台上台下挥舞旗帜 喊口号替赖清德话下 大洛杉矶信赖台湾之友会 美西时间20号举办募款餐会 号召旅外相亲回台投票 这个大家信赖的人 在未来会提出让人民安息政策 我们让全世界更加信赖台湾 就算碰上洛杉矶84年首次飓风 600多名侨胞无飓风与挺赖 连蔡总统四姐蔡英如也与会 海外台湾队加持 赖清德也持续强化国际信赖 外交四部曲以华尔街日报投书为开端 阐明四大支柱 接着邀駐台时节到党部座谈互动 三部曲接受彭博专访阐述完整理念 出访回台后 25号将首度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身份 和駐台外媒查序 近期更安排日媒专访向日本国内发声 秉持稳健务实原则 赖清德一步步 形塑明确的赖清德路线 成效也反映在民调上 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 有高达55.7% 对赖清德出访 提高国际能见度有信心 顿有43.1%的人 认为他在面对中国威胁时 能确保台湾利益 表现大胜柯文哲汉侯友依 赖清德是最有能力处理外交的总统候选人 民调也完全认同他的能力 未来赖清德会维持蔡英文总统的外交路线 延续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肯定 走过走入白宫风波 赖清德上井发条 正面对决 化解各种挑战疑虑 向世界证明自己值得信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